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说需要证明一个数,它是一个无理数的话 顾名思义,也就是需要证明那个数,写成小数的话 它是无尽,而且不循环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的 你没有什么正面的方法可以tackle这条问题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就会用一种新的证明方法 这种新的证明方法就叫做反正法 那它的principal是怎样运作的呢? 很简单,一开始,既然我们需要证明 Wood2是一个erational number 这种方法比较困难,刚刚说过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由它的反名题 既然Wood2是erational,我们证明不到 那我们就说,不如我们当Wood2是erational 那如果我们在从中的这个principal的过程里面 诶,我们证明不到 而且,证明不到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还能找到它是有contradiction的 它是中间有矛盾的 那就是证明这一条东西 这一条Wood2说它是erational的statement是不成立的 那既然一个数不是erational 那它自然就是erational 那我们间接就proof了这个数是erational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次 那我当Wood2既然是erational的话 那说过吧 既然一个数是erational 那我们可以写成是一个分数的形式 也就是p over q 那当然又是好行的那句话 Q 当然是不可以等于0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p和Q呢 要互质的 互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把它simplify到最简单的分数 就是弱到没得再弱的 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如果手头上有一个数 叫做3 over 21的话 那你还没约完的嘛 OK,我现在这个阶段 就给你约完它 OK,那就是1 over 7 举多个例子 例如8 over 4 你现在还没约完的嘛 OK,我现在给你约 约完之后剩2 那无论什么数都好 那我现在给你约到最简单 那你后面 没得约的嘛 那有什么需要simplify的步骤呢? 就现在做完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开始下一步了 那下一步怎么做呢? 有个根据,我们觉得很复杂 当然就整条式 square了它 那我们就会有2Q的二次方 等于p的二次方 哦,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一个数是等于 这一个数的2倍 那既然是2倍的话 那就是p是一个偶数 在旁边写下 p 在这句statement里面 我们会得出p是一个偶数 p is even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p是偶数 那我们不妨可以切 我们又继续去 我们不妨可以切 p 是等于2m 因为它是偶数 那偶数我切p是等于2m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 将它代入到上面的p呢 将它代入到这里 那我们就有下面这条式 2Q的平方 等于2m的square 整个就变了4m的平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又会找到 将它再约一下 两边约了2 这个剩下2 那所以呢 这条式就是Q的平方 等于2m的平方 那和这个同一样道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又会找到 下面的这句statement Q 又是一个even number 咦? 那就出奇了 我之前说过 既然我当Wood2 是一个rational number 那它就等于p over Q 但是前提是 p和q 它是互质的 弱到没得再弱 之前说过 如果有什么 就神祖弱了它 但是今次 我们有这两句statement p 又是一个偶数 q 又是一个偶数 那顾名思义 p over q 它不是 它不是 simplify 到一个最简单的 simplice form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是p和q 它各自都有东西可以弱的 那就跟我们之前的statement的定义有矛盾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它们 跟之前的statement有矛盾 就就是证明 这个 Wood2 是rational的这句statement 这句statement 插不住的了 那既然是这样 Wood2 不是rational number 的话 那我们就间接proof了 Wood2 它其实是一个e-rational number 那它就是一个模拟数 好 证明完毕